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到附近的咖啡店吃了我们的早餐 过后就上巴士了 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上山和下山后 我们终于到了江博巴士站 本来没通知的 但朋友的弟弟已经在巴士站等我们了 带了我们去附近吃了午餐后 就带我们去酒店 他说让我们先休息 晚上再去吃晚餐 就这样我们在酒店睡了一个下午 晚上去了山上的一家餐厅 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我们就回去酒店了 第二天起个清早 朋友弟弟已经在等我们了 带我们到以前的码头 看到了山上的云遮盖着山脉 很美 然后我们走了菜市集 可能是星期日的关系 所以很多卖菜的小贩 卖着自家种的菜 还有一些在市区很少见的野菜 还有一些不曾吃过的腌制食物 走了一轮的菜市集 我们去吃了当地人说 很好吃的可乐干盘面 味道还真不错 吃了面 我们再去他们的小贩中心 吃着著名的 吃饱后 朋友弟弟带我们去他山上的家 很巧的是看到了他弟弟的亲戚 在制作一般人的瓜公布 据说一般人的瓜公布的制作 是要传承给女儿的 但是现代人都不想学手工了 所以可能会面临找不到 接班人的问题 后来看到另一位亲戚 在制作鱼王 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 但是自己动手 肯定做不出 晚上也是在前一个晚上的那家餐厅 是当地的朋友招待的 吃了很好吃的鱼 还有其他的菜肴 第三天要回家了 早上起得有点迟 从酒店出来时已经大太阳了 山上依然有云层 我们走到小镇的中央广场 然后再走到当地很有名的面包店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 应该是面包好吃 因为我觉得好吃 吃了面包 再去见朋友的弟弟和当地朋友 哈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就得趁五间时间去吃屋了 所以就在那里告别了所有的朋友 收拾好行李回家了 这次去了后觉得 家伯不是一个小镇 它是一个环绕着山的手 人口以一般人居多 就算有华人 大家都会一般语交谈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家伯是盛产河淤的地方 忘不了就是其中一种 但是现在由于河水受到污染 导致野生忘不了的产量减少 这次我们在家伯就没有机会 享用到忘不了的 虽然经过一段上山下山的路 才到家伯镇 但是这次的旅程 真的让我破一非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准备是什么 aho料理的负花 我这次的旅程 主席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